特朗普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 2月12日 一個名為梅拉尼亞特朗普辦公室的推特賬戶 發消息說 梅拉尼亞特朗普辦公室開業 請關注這個賬戶 以獲取最新的消息 梅拉尼亞經過認證的推特賬戶 轉發了這條推文 這次是自從梅拉尼亞 在特朗普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 向高別人群發表簡短講話以來 首次發表公開聲明 11月18日 梅拉尼亞在社交媒體發表了一段告別影片 她說 作為美國第一夫人 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榮幸 我受到全國各地 令人難以置信的美國人的鼓舞 他們通過自己的人詞、勇氣、善良和優雅 提升了他們的社區 過去的四年是難忘的 1月27日 CNN報道說 梅拉尼亞將會在佛羅里達州 中女貪院 切立後白宮辦公室 目前已經有三名前白宮員工有意加入 該辦公室 是為了維持力爭最佳倡議 目的是令公眾 更多關注兒童情緒和身體成長